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传统银行方面去继续转型 我们都会想到其实会在什么方向发展 我想最初的就是现在都有很多 例如在打资一些年轻人的投资需求 在手机APP上都做得很漂亮 而且很容易用的 所以在Google Think Finance 2020的一个调查 其实在推向这个金融科技发展的主要 其中一个范畴都是继续主攻投资的方面比较多 就是保险方面都有43% 可能做一些信用卡过数 又或者交信用卡那些 其实都有39% 这个投资相关 我想到有点好有点不好 好的就是很容易接触 你就会进去按按按按 不用RM跟你聊天 又或者找基金经理很麻烦 但其实又很难给到一些贴心服务对方 很适合对方的一些投资的建议 其实是有时候双人建 我觉得是有个挑战的 所以我刚才说的 你看到现在多了APP去主打投资 亦都多人提 投资到底除了是traditional 或者去找RM 或者找个broker去谈之外 多了人真的用过手机 那我觉得那个bake through 是其实如何设计这个APP 所以在投资产品方面 在整个UXUI 即是整个客户体验方面 怎样令到那个产品 又或者那个pricing 更加容易被一般大众所接受 我们看到有些trend就是traditional 如果你买美股 可能是很贵一手的 那现在有些APP 而坊间已经有了 就是把美股拆小它 然后就更多散户可以逐股 或者几百元买基金 那些就是拆小它 其实我们在说Fintech Fintech都是如何用技术 去re-run整个行业 一个传统的practice 或者思维 其实除了投资之外 保险也是一样的 我们也有些所谓的micro insurance 之前可能要很大额才做到的投资 很大额才做到的保险 其实这个随着的科技 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perspective 去assess the REITs 然后就可以把它拆散 Dinute 然后再去offer给consumer 那